Hello Vogue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們在巴黎LVMH的總部 有沒有覺得我很時尚 我都覺得我自己很時尚 我覺得我有點開始驕傲起來了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會在LVMH的總部呢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採訪一位神秘嘉賓 那這位神秘嘉賓是誰呢 大家跟著我走吧 哈囉 Angus 來 我們跟Vogue的讀者們大家打個招呼 兩邊都打 大家好 這是直播 那Angus 我們來分享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LVMH Prize的這個系統好了 好啊 這個比賽是就是LV在每年就是會幫助 行為設計師的一個比賽 然後每年他會選出不同的 大概20到25位的設計師 然後很榮幸這次可以跟很多優秀的遠景入圍 完全台灣之光 那大家想看我來Play Dress Up嗎 我可以OK嗎 對 對 對 那我很想知道啊 像你之前要一個機緣讓你參加LVMH的這個比賽 然後還覺得那麼好 我應該不是說機緣 就是我 就是 在最後一天的時候就線上報名了一下 想說試試看 因為我也做了兩劑 那時候報名的時候我只有兩劑 然後我想說那我就試試看這樣 結果 就是 已經實力入圍了 好厲害 要試貓咪嗎 好啊好啊貓咪貓咪貓咪 我自己唱得很好 我最喜歡貓咪的 這個很辛苦的 從英國的秀結束後 然後我們再去超市再搜集EP直箱 特地從 就是搭火車過來 送它過來 對 因為我們一到的時候LVMH就是接我們 就直接接我們到會場 然後一開始就佈置到晚上12點 我覺得 Haeng offs一個系列對比賽 大家小時候的一些記憶 包含你看上面寫的這些阿里布達的 大家小時候是不是都寫過 我剛剛化妝師馬桑他在旁邊 在那邊一個一個唸出來 在那邊笑的哈哈哈哈大笑 我覺得其實真的很難得 會把台灣這種其實那麼微小的一些小 detail 但是可以把它發揚光大 那我想請問一下為什麼你會想要做 Micky Shoes 因為我就是一直想要用一個大頭鞋 我想說乖一點好了 然後也可以撐起每個系列的不同 因為我們每一季都是用同樣的大地板是不同的鞋 穿這個嗎 好小編希望我穿這一套 希望我下一次出席有什麼活動 我可以來穿你家的衣服 真的很棒 謝謝你謝謝 祝你 Best luck 謝謝 謝謝